花蓮市公所举办在夏日的图书馆 为学习历程写诗课程 邀请到以著作《诗的小宇宙》 入选文化部优良读物的作家韩力莲来主讲 巧妙地把高中生和图书馆与诗连结 而市长温嘉玄特别到场鼓励学生 也办发了解阅证书 花蓮市公所111年教育部补助公共图书馆 多元阅读推广计划 收藏活动在夏日的图书馆 为学习历程写诗课程 二号在回来艺能教室登场 邀请到著作诗的《小宇宙》 入选为文化部优良读物的作家韩力莲主讲 带领青少年一起阅读识人们的作品 引发失忆和思想 从日常事物中吸取灵感 以思的语言 为万物也为自己发声 是这场讲座 因为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今年陪伴我自己的女儿 走了一趟学习历程嘛 那我就觉得诗很重要 学习历程可以跟诗连接在一起的成果会非常好 其实我只是提出一个想法 但是我行动其实是非常的慢 因为我手边也有很多的工作要进行 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个想法 我就想说 也许过了一年以后 我再来办这个活动 那可是呢 我跟你们说 是很爱学生 很爱孩子的市长 还有馆长 他们一直催促我说 就是给学生的协助是不能等的 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在写诗的过程里面 创作的过程里面 能够把自己所感受到 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能够化成文字 那也把它精简成一首诗 这是一个需要学习跟培养的过程 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办单位 也有更生日报 还有很多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未来花莲市公所 也会持续不断的办理相关的课程 不只是高中 国中还有国小 我们都会持续办理 花莲市长魏佳贤 也特别到场颁发结业证书 并鼓励在场的学员们 这场讲座所指的学习历程 不只是大学申请入学的书面 学习历程档案 而是更广义人生的学习历程 很高兴邀请到韩丽莲老师 以过来人的经验 陪伴青少年 从一首诗开始建构自己的学习 以丰富多元的内容 体会师所带来的强大力量 在下日的图书团学好诗 耶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